黑色轎车开进台北三种医院太平间旁的车道 身穿黑外套牛仔裤的女子急忙下车 她是前例委黄艺娇的前妻 另外这一位则是她的女儿 母女两现身检警香宴现场 黄艺娇17号晚间在内湖住处被发现不幸离世 让昔日飞吻女主角周玉寇 在节目中一有所指突然大聊人言可畏 两人过往情势在先讨论 但其实黄艺娇在立委任内 问政风格犀利专业 更是令外界留下深刻意向 台中市长卢秀燕忍不住犯累 不舍老战友的心情一语言表 前立委蔡政元也在脸书PO文透露 意外发生当天才和黄艺娇传讯息 才让黄艺娇五连霸台中立委梦遂的林家龙 也很感叹 黄艺娇先生是个人才 也走过很风光的时代 政坦有人不分党派都难以接受 黄艺娇突然离世 过去的招牌笑声将永远留存 所有人行踪 前立委黄艺娇神情落寞现身 二零二年连任立委失利 臉書最后一篇貼文就停留在当年 二零零五年在直询台上黄艺娇 抨擊政府晶圆外交 炮火猛烈 出身外交系统的他 被前省长宋署宇延揽 成为省政府处长和发言人 從此要上媒体摆面 黄艺娇外形俊俏 温文儒雅 是不少女性心仪对象 之後爆發的宝宝事件 更成为全国民众追逐的八卦 媒体人周玉寇 当年召开记者会 揭发黄艺娇劈腿 另一位女主角就是名媛何丽玲 周玉寇曾联手何丽玲 躲在衣柜偷听对话 当下在何丽玲質问下 黄艺娇批评周玉寇外形 让她气得重出衣柜 当场爆發激烈口角 多角恋闹得沸沸扬扬 黄艺娇因为与原配正春月 离婚 后来周玉寇结婚 黄艺娇还曾送上祝福 宝宝事件让黄艺娇丢关 但也让她与何丽玲 恋情正常化 并开启她的新的政治之路 转战立委 加油 加油 二零零四年 前送处于替连任立委的黄艺娇 站台手拉手抢票 当时黄艺娇已经被延览 加入亲民党 身世如日中天 二零零七年 她改批国民党战袍 五连霸連任 直到二零一二年才败给林佳龙 每次质询前都会整理仪容 髮型 黄艺娇爱惜羽毛重视形象 淡出政坛多年 二零一二年 当时连任台中市长的胡志强 还曾请黄艺娇 担任市府副秘书长 上任前临时被回绝 十年来黄艺娇 鲜少露面 只有偶尔参与政坛朋友的活动 好友透露她最爱唱的是 台语歌《悲戀的公路》 却在人生这条路 以最戏剧化的方式踩下刹车 三星新闻综合报道